各位同學,大家好,我是洪君寨老師,我們現在跟各位介紹雙極性界面電晶體放大電路實作篇 Part D 我們這個單元要來跟各位討論我們供給級放大電路的直流偏壓部分 針對它的直流偏壓的電流IVICIE以及VCVBV等各點電壓來做測量 並且跟理論值來做比較,以下是我們的課程內容 我們跟各位介紹分壓式偏壓CC放大電路 我們的工作項目有使用麵包板實現分壓式偏壓CC放大電路 使用數位附用表來測量β值跟直流偏壓 再來就是直流偏壓測量值跟理論值來做比較 首先使用麵包板實現分壓式偏壓電路 首先背頭材料如圖所示 再來一樣的我們這三個原色不一樣的三個原色的這個接點分別要來連接電流表 再來我們使用數位附用表 DMM 來測量倍打值跟直流偏壓 好,這是我們麵包板的連接情形 好,這一個是我們的電壓跟電流的測量結果 首先β值測得138 再來我們的IV測得61.2個μA 我們的IC測得9.37μA 我們的IE測得9.43μA 我們的VBE測量得到了0.66伏特 好,這是我們直流偏壓測量的結果 好,這是我們直流偏壓測量值測量的結果 那一樣的我們要提醒同學這兩個紅色的測量值β值 根據電路裡面計算出來是153 那VBE是0.66伏特 這兩個數據我們要帶到這個理論值來做計算 好,我們來針對直流偏壓測量值跟理論值來做比較 我們來看理論值的計算 我們使用近視解法 那我們VBE根據公式計算的結果得到了11伏特 而我們的VBE是VB-VBE 那這個得到了10.34伏特 而我們的IE就是V1除上大RE 那計算的結果是10.34μA 再來我們繼續計算IV 那IV就是IE除上1加β 得到了67.1個μA 再來我們的IC得到了10.27μA 最後我們看一下我們測量的測量值跟理論值 來,這一個是剛才測量值的結果 我們現在看一下理論值的結果 各位同學,根據上面的內容我們發現到 我們測量的結果,理論值跟實際測量的結果也相當的符合 以上是我們的課程內容 以下是我們的參考書目 我是洪君寨老師 謝謝同學們觀看 謝謝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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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同學